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彩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Nomi OK,然后上一集就是一月购物开箱 紧接着二月购物开箱 嗯,对,推荐了 二月购物推荐,对 OK,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鞋盒 这一双鞋子 然后这一双鞋子大家看鞋盒 就是感觉有没有那种TS的感觉 有,很有 打开了它里面的鞋子本身也很像TS的那一双AJ4 但这双鞋子它没有女马 没有女马 难怪,感觉你这种不感冒 你看这一双颜色的整体的配色就很有 Charles Scott的风格 然后这一双它 可是这双鞋跟它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就是很像它那一双AJ4 OK,OK 我就是觉得脱粉就脱在这个包裂皮 我觉得不好看,这个包裂皮 包裂皮不好看吗? 感觉它是放久了开裂的那种 对,感觉这个就是像 那种缺少维生素C的这种效果 是吧,很有缺少维生素 就掉皮了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做旧的效果 我自己个人感觉还好 它如果全都用这个鞋面鞋头 这种鸡皮的话 那完蛋了 可能 完蛋了 那不更好吗? 就是会更贵啊 对,然后它这个鞋头 不过这个材质倒是摸起来 还是很柔软的 挺好看的 然后也是用两种材质 然后鞋带是黑色 对,就整个风格就是挺 确实挺Travel Scott 其实男孩子穿好看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好,听懂了吧 给你种草了 那你们打几分呢? 诶,我这双鞋跟你的比就 就辣了 这个是李宁吗? 对 不会啊 国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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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双鞋子是我 2月份买的一双实战篮球鞋 然后这个叫 我拆下多少钱? 嗯 500多 不止 没有,快两天了 瞧不起国货是吧 没有 这个叫育帅13泵 然后最近出了育帅14泵 就是新的一袋 但新的一袋这个面就是塑料面吧 可以这么说 然后这个是编织面 对啊 这个是编织的呀 然后这个配色有点像那种美国队配色似的 美国队长 嗯,美国队长 这个穿起来应该很舒服 对 因为它有全掌的这种缓震材料 全掌的蹦 然后我觉得实战篮球鞋不一定要买最新的 它就是它上一代嘛 就是所有上一代的球鞋 我都建议大家 就是在它下一代新的出来的时候去买 那个时候价格是最好的 虽然也不是很好 这个它好多配色也要快两千块 那会专门拍测评吗? 不会,因为已经拍过了 这是我的第二双鞋 你的呢? 第三双就是手上这双最近刚刚发售 还挺大热的这双鞋 它联名的品牌 让我们由Body来介绍一下吧 欢迎 这么僵硬的吗? 感觉就是一个人要安排一下 okok Nike跟ReadyMade联名的一双 Blazer Blazer 鞋盒 就这样吧 来,分个名不错 我们来吧 这个鞋盒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个镜头看一下 有一种做旧的那种军事风的感觉 就是也加了一些涂鸦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蛮酷的 其实蛮街头的 有一点街头 大家会收藏鞋盒吗? 我会把它堆在家里面 好看 但是买回来放大就不会再看了 但其实鞋盒也是会给鞋子加分的 对,你现在打开这个鞋子 我感觉这个就是 你看到这个鞋子你会想到什么 就呼吁环保的那种概念 它这双鞋就是有这个概念的 这个就是回收的那种塑料 就是回收的 再收的 回收的 做的 哇,好真实啊这个颜色 观众先打个分 我们不要因为它是ready made的好吧 我们先抛出这些 这些 OK 这个鞋子我觉得在我心目中是有9分的 这么高 原因 那设计用了很多我蛮喜欢的元素 对,确实 设计价很重要 然后不同材质的拼接 包括它这种不规则的设计 那这双鞋子大概发售价多少 但发售价是1099发售价 很便宜 其实 发售价便宜 然后呢 但其实二级市场就是有了解 这一个品牌的人 他给他的估计是可以到8000到9000这样子 但其实并没有它的价格没有到那里 怎么会 对,可能大家心里还会想着什么dunk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玩那些东西 然后包括今年就是在去年开始 就很多人说今年可能会是bracer年啊 对 谁开的这个头啊 我不知道谁开的 反正就是大家都在这样想 然后真的每个人都在说 这个鞋带看上去就是有三双这样子 对不对 但其实它真正能用到的 就只有一双 最底下那一双 就是前面这两双都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鞋底是用了一个环保材料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环保材料 就是从那个内衬纸就看出来了 对 然后还有它的包括它的后面这里有一个logo 就是在回收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老杨这个超级有垃圾鞋 你看这里面 就像是那个你有你有见过小说的那个黑心棉花 就是那种衣服就是质量不好的就用这个吗 颜值的你觉得糯米的好看还是我好不是 是糯米的鞋好看还是我的鞋好看 是是糯米的可以 完了我感觉这种一般我都说 肯定是这一双 日系的那种工装风格工装裤其实也是能搭的 你说它身上这件comi code可以搭吗 都可以搭 为什么不能搭 这双很好搭的 不是主要是这个好搭不是因为鞋子 是鞋型 不不不不不 不如你你知道的 好搭因为什么 衣服 对对对 男孩子的 该说不是吧 笑点好无聊 那最后一双鞋子也是我的二月购入开箱 就我跟糯米的鞋子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 OK那这双鞋子呢就是我前段时间买的韦德之道的一个正代 我现在有三代八代 然后也是现在出到九了嘛 有粉色的吗 就像我刚刚说的 对有 就是你新衣的一代出的时候去买上一代 因为它就是轻库存的这么一个阶段 然后这双鞋子的话八九百块 我觉得也很良心 韦德之道牛逼用心在于它每一个配色 我都觉得它有独立开模的 就是很多你比如说很多材料就是只有这一个配色才有 上去多少钱 上去八百多我不是说过了吗 又笑出了鹅叫 糯米你是属鹅的吧 二月份我们每个人再推荐一个单品给大家吧 就除了除了咱们买过的还有没买过的 不是糯米现在一边一边录节目一边看朋友圈 你看有没有人给自己点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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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是吧 不转念不转念 OKOK那你先来 我吗 你 我都没有想好 是打算买的还没有入手的 嗯 想买墨镜最近 啊 啊 啊 就是这个墨镜啊 真的假的啊 你别别别乱来 我帮你一下那边 我看是真的 这不就是同款啊 不是 你去把我们那个001拿过来 就 Artemis那款 对 看上logo了吧 对 诶 真的 不一样 它这个是灰的 没有我跟你说 后面打个光就 也是这样 诶是哦 懂了吗 不是 这不是一样吗 你这个多少钱 这个不告诉你多少钱 你告诉一下嘛 去找代购两千左右吧 两千左右 嗯 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五百 十分之一 高了 两百 十分之一两百都不倒 413 给我带一下 这样说吧 就地就中炒了这一个 兄弟们 我带上去大家可以打几分 跟无财来比 哈哈哈哈 我们不同款式 不同款吗 不同款 你那个是女神款 我这个是男神款 兄弟们觉得怎么样 这该死的胜负比 如果打分高的话 哎 兄弟们这个199 香奈儿代购都得两千多 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一定要去点个关注 一键三连啊 别跑掉啊 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 我们等一下 好 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个关注哦 还要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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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